- 终于结束了建模的部分了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- 这里是虹之悠悠悠 终于结束了建模的部分 - 那么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这个灯光场景渲染的部分 - 那么我们就马上开始 - 好 那我们上次模型的部分都准备完成了 - 那么我们在上材质之前 - 来做一个场景的这个布置 - 好 我们一样Shift A - 新建一个平面放大一点 - S X X 的部分可以多一点 - 接着我们来到这个Object Data - 你会发现我们的缩放已经被改过了 - 缩放被改过了 - 我們就要Ctrl A - 我们调整一下我们Scale - 进入编辑模式 - 用线选中左右两边 - Extrude 往上 - Extrude 往上 - 好 选中这边两个底 - 我们Ctrl B -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 - 双向摄影棚的概念 - 好 右键Share Smooth - S Y 多一点 - 好 接着呢 - 来放我们的镜头 - Camera - 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平行的效果 - 什么叫做平行的镜头呢 - 我们现在来Ctrl Alt 0 - 做一个定位 - Ctrl Alt 0 再在这里 - 好 挪过来一点 - 好 接着到我们的镜头设置里面 - Perspective 就是一般的相机 - 那我们就用这个 - Orthographic - Orthographic - 就用这个 - 那你会发现 - 诶 我的镜头 - 其实已经有一点样子了 - 就是不管我怎么移动 - 总之它就是把你的这个 - 压成平行的就对了 - 那这时候 - 我们调整相机 - 就要透过这里 - 做一个缩方 - 好 那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- 我们先来这里 - 我们把它的 Rotation X 改成60 - 然后把 Z 也改成60 - 那我们两个都调成60之后 - 你会发现跟我们那个方向不一样 - 那就代表我是做的时候方向错了 - 我们就透过旋转的方式 - 那我们先找一下 - 这样子转才是对的 - 所以我们就用- 负30 - 好 那我们可以稍微拉远 - 你一开始这样你会找不到你的东西 - 然后我们就拉远滚轮滚到外面 - 然后用G直接移动 - 进来这里去做缩放 - 好 那这觉得椅子太远了 - 所以我们就用椅子靠近一点 - 帆子太过去了 - 帆子就过来一点 - 杯子再过去一点 - 那我们做好镜头的这个 - 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平行的镜头 - 一般的镜头是这样嘛 - 有透视的 然后凹凸 - 距离感的出来 - 但是当我们按下这个 - 按下 - 你会发现你的东西整个都变成 - 怎么说 - 就是一个平行的感觉 -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- 一个平行的感觉 - 好 那再点一下就可以回来 - 好 那么呢 - 我们切换到我们这个 - 渲染模式 - 你会发现什么都是黑的 - 我们先来 - 第一个这里 - 我们把我们的 - 渲染引擎改成Cycle - 然后我们把CPU改成GPU - 然后我们把这个Denoise可以选起来 - 改好你的渲染引擎之后 - 我们就要来加我们的灯光了 - 我们首先呢 - 我们Shift A - 我们Light - 我们用这个Area - 我们把它放到最旁边 - 我们S放大一点 - 我们现在就 - 那我们就RX-90 - 然后我们稍微往上一点 - 然后放大 - 你会发现它只有微弱的灯光 - 那我们就到灯这里 - 我们给它提前 - 先看一下镜头 - 开始慢慢有一些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- 再多一点 - 两万好了 - 这个灯光的值到时候用出来 - 灯太暗 灯太亮 - 你就在各自进行做变化 - 太暗就变多 - 太亮就减少 - 就这样 - 还少做了一件事情 -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光 - 因为它预设都是这样灰灰的 - 就算我们不开灯也是灰灰的 - 那么要把它用到全黑 - 用到全黑 - 好 - 这样子它的对比会比较明显一点 - 其实可以再拉过来一点 - 只要你的镜头中不要出现 - 这个被切到的就好 - 渲染的时候就不会出现 - 那么一样 - 我们Shift D - 我们放一个光到背后 - 这里 - 好 - 开始180度 - 那因为 - 这边已经有一个摆光了 - 所以我们这边 - 我们就用 - 用扫 - 我们用5000就好 - 然后我们换个颜色 - 做个点缀 - 用个橘色 - 好不好 - 橘色 - 好 - 大概就这样 - 这样子你就会有一个 - 其实 - 蛮好 - 蛮舒服的一个大光的环境 - 我们前面一开始在做桌子的时候 - 提到我们来做个优化 - 好 你会发现它这边有这个有能有角 - 那我们就来调整它 - 那我们来看一下 - 这样 - 它这个都已经是1了 - 所以很好 - 那我们就来这个 - 这里 - 加一个 - 扫扫 - 然后用个 - 3 - 好 - 然后我们再右键 - Shade Smooth - 那我们桌角的部分 - 我们一样用个Bevel - 它缩放已经被我们更动过了 - 所以Ctrl A - Scale - 然后 - 加一个Bevel - 稍微调整 - 一点点就好 - 差不多这样 - 一点点 - 然后用3 - 然后右键Shade Smooth - 这边的椅角我们也一样 - 先检查 - 然后Scale - 好 - Bevel - 然后多一点 - 少一点 - 这样 - 然后3 - 右键Shade Smooth - 那么呢 - 接着呢 - 那我们就要来做我们的这个材质的部分了 - 我们先全部上单色 - 好 - 我们现在桌角 - 这个要开 - 你这些线有没有 - 这个选取的这个线 - 看了太碍事的话 - 可以透过这里去做一个开关 - 好 - 那我们就直接进来材质这里 - 那我们New 一个 - 黑色的 - Metallica 可以选到最多 - Roughness 调低 - Roughness 太低了 - 回来一点 - 差不多这样 - 那就这个1 - 然后微调你的 - 调低你的 Roughness - 椅角用一样的 - 用一样的材质要怎么做 - 可以直接选这里 - Material 001 这个 - 直接选一样的 - 再来呢 - 我们这个椅垫 - 我们新建一个 - 用这个 - 微微的橘 - 然后桌子 - 深一点的橘 - 深一点的橘 - 盘子就用一个预设的白色 - 然后杯子呢 - 我们用一个蓝色的好不好 - 想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- 比角改一个颜色 - 这样 - 蓝色的 - 今天你的东西都设定好了之后 - 可以来做这个地板 - 我们来 Metallica - 拉高 - 地板的 Metallica 拉高 - 你会发现这个阴影 - 它的这个整个的对比 - 就会再更高一点 - 像这样 - 或是调整你的Roughness - 可能就会有一种 - 镜面的效果 - 磨砂的这个感觉 - 那我们今天就用0.5 - 就是预设值就好 - 最旁边这块灯 - 你放越大的时候 - 你物件下面的阴影 - 就会 - 比较没有这么强烈 - 但当你说得越小的时候 - 你这个阴影的光 - 反射就会越强 -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子 - 好 - 接着呢 - 我们要来在这个盘子上 - 做一个这个YouTube的这个材质 - 教大家怎么用这个简单的UV - 再来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盘子的材质 - 那么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- 我们先把这个介面给它 - 排放出适合制作材质的样子 - 我们这里就用一个Shader Editor - 按N 关掉 - 到这里之后 - 我们就把我们刚刚找到的那张图片 - YouTube 拉进来 - 拉进来之后 - 我们要先把盘子的这两个Modify - 我们还没有放之前呢 -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- 它还是一条线 - 就它还是它原本的面 - 它还是它原本的这个面 -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应用这两个东西 - 在它上面 - 所以我们就Apply - 然后这里Apply - 这样子的话 - 它就会真的变成了 - 那个模型 - 再切换到材质 - 好我们先 - 直接把YouTube - 连到它的Color上面 - 连上来之后 - 你会发现它跑掉了 - 我们就进入Edit Mode - 然后按A - 全选 - 按U - 做一个Cube Projection - 做完这个动作 - 我们可以进来这里 - 有个UV Editor - 看一下 - 好 - 我们直接这样选 - 我们选中间这里 - 你看到这边是对的吗 - 但是 - 其他地方我们不要这样 - 其他地方我们就Ctrl-I - 然后 - 我们把它缩小 - 然后移到 - 这边的位置就要 - 稍微旋转 -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旋转 - R-90 - 缩小 - 好 - 这样 - 那么如果你都完成了 - 然后你也有这个耐心 - 做到现在这个步骤 - 那么接着呢 - 我们就是只要按下我们的渲染 - 那么我们回来这里 - 我们看一下喔 - Render - 我们改成 - 這個 128 - 我们设定一下位置 - 就用PMG就好 - 好 - 那么我们就Render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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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nder完之后 - Image - Save us - 存在这里 - 我们用1 - 第一张码 - 这样你就完成了 - 那么呢 - 当你按下渲染 - 存好图片之后 - 就完成了你的义份作品 - 那么以上呢 - 就是这次 - 走出新手村系列 - 教学影片的完结了 - 以上呢 - 就是今天的影片 - 希望这次的系列 - 你们会喜欢 - OK - 那么如果喜欢呢 - 可以帮我分享 - 按赞给你们身边 - 正准备开始 - 我是已经在学习BRENDER的朋友们 - 我的频道里面也有其他 - 可能你们会有兴趣的影片 - 喜欢我的影片 -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- 那么就下集影片再见 - 拜拜 - 000 Wells - 没有油炸 - squirrel - 别人